姑娘 碧妾没记错的话 公子刚才说公务繁忙 难道是碧妾欠了王府酷吟 我的确说过 可我也说了 让你 乖乖地在莲威居等我 青天白日的公子想干吗 难道聊聊天就只能在晚上吗 丫头 你不会想 碧妾没什么跟公子可聊的 你没有 我有 首先要聊的呢就是方才的事 方才的事 公子都已经知道了 丫头啊 你该不会是在瞒着我一些什么吧 公子请自说 自重 你出去打听打听 要是我自重就不叫贺连信 你现在是我的碧妾 你真的以为当碧妾这么容易吗 说好君子学教你不能动我 乔义 你帮了我些什么呀 猜出我父亲的心意 还是帮我讨回了倩吟 我 我贺连信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就算这次看走眼下错了注 我也不能让自己血本无归 我也不能让自己血本无归 对吧 不如我们两个 我们 我们 公子 您快去瞧瞧吧 左公子的点宝鼠门口摆上摊了 公子 公事要紧 来 大家看过来啊 都是上好的文丸字画 哪位出个价 给银子就卖 这不是左公子吗 是 他不是刚从 大家正护将冬 怎么沦落的 当街卖丝画了 还有这个 真是我 开太图 有没有使货的 公子要做事 为何要带上币气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从不做赔本生意 你是我用千里粮具换回来的 既然都打了眼 那我就吃亏点 把你当个奴婢试试吧 待会儿加点水啊 沐天师傅见过公子 沐兄不必斗礼 人呢 在这儿 五十两拿走 座公子 快别吆喝了 这 这成何体统啊 怎么 许我三哥逼债 就不许我老五卖东西啊 我不瞒您说啊 我三哥这是债逼的呀 全取粮的官员们 都快上吊喽 别说是我老五 那就是我二哥世子 都快吃不上肉了 座公子 不能胡言哪 你回去吧 回是回不去了 你来看看我这些宝贝吧 都是好东西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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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葫芦啊 你看啊 香的都是翡翠 五十两拿走 别人我都不给 就五十两啊 五十两啊 说好了啊 五十两 来来来 看看我这个 象牙镂空雕 五十两 有要的吗 五十两 六十两 七十两 一百两 好 我就你了 一百两 还有这个 葡萄百戒 这个我跟你说可厉害了啊 见过吗 不知这位大人 七十两 七十两 还有吗 本官想干什么 还得向你们汇报啊 多少 一百两 展开 展开 就是你了 大人要做别的 自然不许向小人请示 可是要归还倩吟 世子也请大人留下幸运 改日和大人好好聊聊 世子呢 怎么 大人 还有事吗 没事 没事 我走错了 走 世子 老四 老四 真是用心良苦啊 看来要办成这柴事 遥遥无期了 牟兄 你自动请命 助我收缴欠款 恐怕被我拖累了 公子严重了 公子与牟家 早已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公子何谈连累 况且下官知道一件事情 也许帮得上忙 牟大人 你是要给我看什么呀 公子即可便知 是 不过 青年公宴在这儿 好像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你把它当成这个板车 就行了 叶 你 你怎么 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才问公子 公子不是说无所吗 你 你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他们在例行检查 因为每次 可以出入营库的 只有这些库钉 所以他们每次 出营库的时候 都要举手 拍手 大叫 跳板凳 以此来证明 自己的口中 手中 腋下 没有夹带银两 他们每天都这样吗 不错 但即便是如此 库吟还是经常失窃 公子 下官间巧合 听说这刑窃之人是 是 跳完了 莫非下官的消息有误 也未必 有些地方 是我们瞧不见的 牟兄 先别让他们走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记得啊 让他们穿衣服啊 你搂够了没有啊 他们现在脱裤子了 这刚入春天还凉着 刚才各位这样赤条条的 就不怕动坏身体吗 谢兴公子体恤 我们习惯了 这三九天也就这样 辛苦啊 各位辛苦了 来人 快点 慢吞吞的 喝 刚煮好的姜汤 大家赶快喝吧 一人一碗 谢谢兴公子 别客气 来吧 咱们 多乖巧的奴婢 这奴婢真好看 贤惠啊贤惠 这个奴婢贤惠啊 辛苦啊 好 既然大家都喝完了 身子也暖和了 我们就该好好地聊聊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爷派我收欠银 那我总得知道 这盈库是怎么一回事吧 所以今天呢 就是来问一问盈库的归程 新公子 这归程反常 一时半会也说不明白 你要真想知道 好 属下单独给您汇报 新公子 小人想 小出宫 小人夜想区 放奴派 我把罢 socioe 让雕丁把死亡的酷银 拿出来 都 这是堂堂公子做的事吗 他老三 他老三缺了大德了 公子 那个人我亲弟弟 你一定要救救他 亲弟弟 你弟弟都敢收买裤丁盗裤银 那还有我救他吗 这是谁出的主意 竟然藏在这么窝畜的地方 他沐天书又是怎么知道的 公子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罪了 而且我们家就这么一个难顶 我救救你了公子 您救救他 我怎么救 你没看出来老三的目的吗 这明摆着在我后院放把火 并用还钱 那 那你就去还了就是了吗 我不还 公子 别走 公子 再说 公子 你救救他吧 不能害到宋留 宋管家 他们想进来 北加合 效仇 你要想进来 宋管家 你得走 你身致 能成功 你得厉害了 马小德 南大老大 马小德 赶快海 也不知怎么了 突然就想吃这荷花酥 这点心费时费力 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姚夫人的吩咐 就算费再大的力气 也是婢妾应该做的本分 况且听说公子 自从得了穆大人相助 短短几日 半数欠款都已归还 眼看这治水款项都要齐了 婢妾自然 要来向姚夫人道喜 行了 也是你的功劳 奴婢给各位夫人请安 姑娘 刚才公子派人莲未居 说是要建议去摆人像 怕是要恭喜莲姑娘了 摆真相 都知道是公子最喜欢的地方 可是从来都没让妻妾陪同过 也包括我在内 夫人 苏南春来了 请 启离姚夫人 王府刚赏下了一盒卷花 公子知道姚夫人喜欢 就派小人马不停蹄地送来了 这一盒都是给我的 公子是这么说的 连夫人都没法 公子说 穆大人劳苦功高 只要是姚夫人喜欢 就全都是姚夫人的 至于别人有没有 全凭姚夫人您说了算 我哪儿担待得起啊 莲姑娘说了算吧 婢妾不敢 就凭公子对你的宠爱 我这朗月阁都能赏了去 又何况极多假花呢 苏南春 给莲姑娘选选吧 姚夫人看到的是极多假花 而婢妾看到的 却是公子底的整个花样 从前没看出来 你嘴还挺甜的 罢了 选几朵吧 是 婢妾什么身份 婢妾自己清楚得很 能分一碗薄粥 全是因为沾了姚夫人的福气 怎么可能渐远呢 行了 把花带上 多谢姚夫人 莲姑娘这镯子看着甚是金贵 不像是妹妹的东西啊 祖上船呢 一直带着呢 二位夫人慢聊 必切告退了 咱们来 姐姐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是看出什么 纰漏了 我没看出什么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 妹妹信不信一个人 只看她有没有纰漏了 那倒不是 我只是想不出来 一个虚情假意的人 怎么会去帮助敌人的家族 让自己有无翻身之地 我累了 姐姐也回吧 希望这样的事没有下一次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吗 到这儿还能干吗 花钱呢 姓公子 大家光临 有失远迎 来 请坐 最近啊 小店来了一批成色非常好的东西 让您过过目 来 带上来 好嘞 来 早茶 多谢 姓公子 您瞧瞧 这个还不错 这张耳环很多人都试过 没有一个像姑娘您啊 戴上这么好看 这张大饼撒上这两叶葱 可以出锅了 姓公子啊 说笑了 这巴掌大的脸 怎么会像大饼 我这儿还有更好的 来 拿过来 好 姓公子 您瞧瞧 这个色子还不错 这个秤杆子 配上一个秤妥 刚好 秤秤刚才那张大饼 你瞧瞧 姓公子啊 这些可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了 您若还挑不上 小店可就真没有了 张掌柜你谦虚了 要是连你这儿都没有 那整个摆真相还能找谁买东西去啊 小人哪敢谦虚啊 小人哪敢谦虚啊 姓公子都快把摆真相逛完了 您要是在这儿入了眼 那小店不也是扬眉吐气了吗 无奈您的眼光实在太高 小店确实是没有了 这么说都拿出来了 都拿出来了 是吗 是吗 你昨天不是收了 纪善署齐大人的 金箔卷丝琉璃珠 然后前天又从神礼署冯大人手里呢 收了牡丹纹眉瓶 对了 你不是还从左公子手上收了一件 掐丝灵纹银盘 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啊 东西在哪儿呢 让我瞧瞧 瞧瞧 就说什么事都瞒不过姓公子 这些东西我是收过 可是做生意啊 讲究的是有买有卖 您说的这些物件已经出了 都出了 都出了 这么快 这么快 一个人 一个人 这么大手笔谁啊 买家想饮着 姓公子也是懂规矩的 就别难为小人了 是 公子到底还要逛多久 逛到由你喜欢的为止 是逛到有碧妾喜欢的 还是逛到公子摸清这摆真相的底 近日 穆大人劳苦功高 公子要省 还是省穆大人的 碧妾有些累了 先休息一下 小儿来壳茶 你就没有功劳吗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碧妾忙什么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等 怎么肯忙呢 那怎么没看到李唐啊 他家柳氏 跟碧妾告了假 回家几天 今日就回来 那我怎么听说 有人看到他 在盗库淫的五夫人家地门外 先是做伪证 罚了怀蕊 再来就是提供消息 助穆天书立功 这样样呢 都是给海瑶往高处抬 丫头在打什么算盘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 公子明知道夫人是被冤枉的 不也一样顺水推舟 碧妾跟公子打的 不是同一副算盘吗 我哪有什么算盘 我就是贤公子 我恨不得天天混在这文丸字画里面 是吗 那碧妾最近听说这百真相 真是热闹极了 全取粮的达官贵族为了归还倩银 都把自己的宝贝拿到这里来卖 谁家想还钱 谁家不想还钱 都在这文丸字画里面 你这丫头还知道些啥 碧妾还知道 公子一尴尬就拉长声音说话 你再高兴我瞧瞧 公子 放手 放手 谁叫碎碎红莲叶 两处沉吟各自知 掌柜 把这戒指包起来吧 真不巧 新公子 这没见证 已经被人定了 又被定了 被谁呀 这 明白 隐着嘛 对不住了 新公子 什么都是缘分 得着了也是缘分 得不着也是缘分 现在得不到 不见得永远得不到 丫头 缘分是骨 而不是阴 这一件之前的东西都没有 能卖给谁呀 我要是不留李大人东西 他也不能走啊 说是急着还 王府欠银 我只答应了寄卖 寄卖 寄卖也要有人买呀 去去去 扔了扔了 等等 这些东西 新公子别误会 酒店从不收这些 不入流的东西来 这也是 被缠得没办法 这些东西 我要了 你知道这是谁家吗 别摘了 下来吧 小心点 下完拜见谢公子 岳父 请起 王爷 王爷 三公子出了摆真相了 事情都沉了 沉了八分了 先是查出了夹带库银 比五公子他们带头还了钱 现在到摆真相观察动向 捅空大局 手脚倩银这么重的差 后来被三公子另辟蹟蹊径 扮得十分灵巧 不知王爷这么一考 三公子可算是过了 好 这儿 天哪儿 啊 这儿 这儿 你以为觉得这事儿 哪里不对劲啊 好像是太平静 太顺利了吧 等着瞧吧 那惊心洞魄的事 还不知道在哪儿 没想到莫夫人还有这样的夫妻 其他人借酷银都是为了自己挥握 但李大人却是为了救助穷人 我记得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也是水患 她把她皮袄都卖了 换粮食给灾民 然后我就问她那到了冬天怎么办 难道你要把你的仇山都卖了吗 你猜她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 她的仇山去年都已经卖掉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么好的官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寒了她的心 可惜我除了能够免她的欠淫 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如今我只希望浅默的小孩平平安安地出生 我一定悉心教导好好待她 你这么做 就不怕别人说你不公吗 不公 这个世上有黑有白有贫有负 处处都是不公 我只相信一个人的良心 怎么了丫头 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是吧 这世上呢 好男人不只有吕北义一个 你看她冷冰冰硬邦邦哪里好啊 我总比那颗石头好多了吧 公子每天捉弄碧妾 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 我怎么会捉弄你呢 你可是我用千里良菊画过来的宝贝 我疼你都来不及呢 真的 公子果真这么喜欢碧妾 既然这么喜欢 那一定是有求兵应咯 那碧妾现在觉得 公子府里的女人太多了 想要公子把大大小小的夫人 都修掉 既然公子 不爱江山只爱美人 那方家 穆家 也没有什么用了吧 席诀也更是没有什么用了吧 不如 你我花前月下双俗双飞 岂不更好 若是公子怕了 请你以后 离碧妾远一点 我又不是吓人 这丫头哪儿血的 是 小姐 是姓公子 都说了让你别扭头 怎么办呀 跟我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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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璇 是你吗 元璇 元璇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 没事 走吧 郡主 咱们还是回去吧 看完我想看他 就要回去 可我们 可是我们这样擅自出来 万一被王爷指 没有什么万一 只要我们天黑之前回去 谁都不会知道 你是谁 别过来 你干吗 你 你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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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是阿武 到了修公主的路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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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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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客官 您的菜 好 吃好喝 客官 你来点什么 进屋下 帮我 谢谢您啊 客官 慢走嘞 你的酒 我告诉你啊 这是最后一壶 明天赶紧去别地儿了 自己来也就棒了 带着一个狐朋给我的朋友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 还有你 娘里娘气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小天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谁要这么着急 赶着抽菜呢你 什么呀 走路不长眼哪 这都什么人这是 救命啊 有人吗 救 你别过来啊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有毛 我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 知不知 这样日后你再喝酒 便能瞧见我对你的惦念 看你还敢不敢 能不能请你送我去一个地方呀 你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我一定要好好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酒壶 安安静静地找个地方喝酒 你若是再这么过躁的话 我就让你以后再也开不了口 温柔夫人安 妹妹怎么说来就来 也不跟我说一声 花福 看茶 是 世出禁足已有一段日子了 一直未来拜访柔夫人 还请夫人见谅 这么晚了 妹妹还来看我 真是有心哪 辉儿的镯子不适合妹妹 待久了 会勒疼你的 没想到 柔夫人对姚夫人情深义重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那碧妾也送柔夫人一句话 虚情必定换虚情 真心未必换真心 以虎为伴 小心终有一事 为虎所伤 董礼总 柔夫人刚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手 她的手怎么了 很红 我故意摸过了 像冰一样 就像是暴露在龙冬里的一双手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现在又不是冬天 她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 才可以把手动成这样 冰房 现在又不是夏天 这么晚了 她去冰房究竟要干什么 小心小心 姑娘慢点 好冷啊 小姐 这里都是冰 真的会有什么吗 好冷啊 姑娘您的意思是 幻子 睡吧 她不敢进来 此刻她不敢 是因为你在这儿 可你始终都是要走的 她死守在门外 不就是在等你离开吗 你刚才说想去一个地方 是哪儿 空心安 是哪儿 千金大小姐太清闲了 想玩薛法维尼的游戏啊 你不会懂的 是哪儿 我什么时候做的 我怎么做呢 我怎么做了 你怎么做呢 你们要做一些 我做了什么 我做的 你怎么做呢 就是一个 用漂亮衣服和珠宝首饰 堆成的坟墓 离开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嫁给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官显贵 然后搬去另一个坟 既然我亲其所有 也没有办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那我至少可以蹲入空门 清灯古佛 普通人的生活 你知道什么是 普通人的生活吗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粗茶淡饭 可许多刺 香茹以沫 新思缺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 普通人的生活 你可试过一夜之间 一无所有 看着全家老小在你面前 寻良自寻 你可试过 学富无车 却被人气如碧履 像杂草一样随意见他 你可试过 和自己最爱的人 本将拜堂成亲 却活生生被棒打鸳鸯 只能把他亲手送给另一个男人 等你这些都试过吧 你再来跟我说普通人的生活 公子 我以后早点回来 妾身快要临产了 没有公子的陪伴 妾身心里不踏实 今天怕是早不了啊 虽然治水的钱已经够了 但今天还得押送官银出库 就说你教 我不是一大早就来陪你用膳了吗 还显不够 离开公子 妾身一天都待不了 你看我不都亲自给你拨蛋了吗 那就别缠着我了 逗你的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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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大人来了 在外面候着呢 正好 让他进来吧 你们兄妹俩可以好好聊聊 穆大人说 现在不少百姓正在点宝鼠门前闹事 请您赶紧去看看 他们又没欠酷银 有什么好闹的呀 李大人他 他自尽了 他 苏暖春 你马上去找穆大人 让他去安抚闹事的百姓 就说 昨天我已经免了李大人的窃因 他不可能因此而自杀 还有我定会查出真相 给大家一个交代 去吧 公子 那 莫妹妹呢 别跟她说 她太不稳 受不起这个 到时候 她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 夫人 叶夫人来了 她来做什么 妾身问姚夫人安 坐吧 叶姐姐真是稀客啊 怎么最近不到夫人那请安了 妾身却又依附夫人之心 只是妾身坦诚相见 夫人却从始至终 连脸子都没有拉开 夫人心思深沉 岂是寻常人所能亲近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妾身特来 令头明主 姐姐当我这朗月阁是什么地方 姐姐的美意 妾身心灵 可是我这儿虽然妙小 但也不缺姐姐这尊佛 不送了 请吧 老月阁不缺 那兵房呢 什么 又是这公子弟 朕没有妾身的容身之处 那就像妹妹的孩子一样 躺在兵房里 也未尝不可 这大早上的就在这儿胡言乱语 你说的我怎么一句都不懂呢 妹妹不懂 我这公子懂不懂 你是想威胁我 李大人是好官 为什么要哄哄逼死他 对 要不是李大人 我们全家都已经饿死了 我们要见新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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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百姓闹得厉害 恐怕对你不利 也要不我派兵吗 允损官您赈灾事大 竟留着打门 走后门 是 咱们 走 走 走 很快 快 松车 走 走 远雪 二哥 快停下 快停下 夫人要是受不住 今日就先回去吧 明日再走 现在的苦 都是为了以后的甜 只愿我能顺利担下一个小公子 快了 夫人 只有一个月了 是啊 还有一个月了 真的 那还有假 我亲耳听公子说的 还说千万不能让莫夫人知道 那这是为什么 这还不清楚吗 那莫夫人的胎本来就不稳 要是让她知道自己的父亲自杀了呀 你说什么 奴婢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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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奴婢说 我让你再说一遍 我让你再说一遍 奴婢说 李大人因为还不起倩盈 学良自尽了 不然 不然 您千万节安呀 不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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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血了 快叫医官来 快叫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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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你 自以为是 却是这天下最懦弱之人 你今日的苦痛 并非源于禁欲 而是失去尊严 可你选择的活法 却是将最后仅存的尊严 亲手定期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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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啊 坚持住啊 夫人 叶夫人求见 她 她好像 夫人 叶夫人您 老婆子奉命 来给莫夫人接生 说是情况不太好 耽误不得了 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 没有呢 孩子没有 什么 姚夫人 你说 以后该怎么办 您能饶了奴婢一命 您让奴婢做什么 奴婢就做什么 她要离解莫的孩子 叶夫人 夫人 夫人 叶夫人 夫人 要夫人早产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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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夫人 您想清楚啊 夫人早产体弱 不能受风 快把门关上 是 夫人 让开 恐怕不方便吧 夫人 姚夫人有令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徐良川 你家夫人只是个侧夫人 已经瞎了狗眼 不给我家夫人让路 走开 快 夫人 行了 我要接见姚妹妹 让开 夫人 姚夫人正在产子 即便是您这样一场派 也是不合规矩的吧 合不合规矩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呢 景山 在 夫人 恕小人冒犯了 徐良川 还愣着干什么 大胆 你们是公子的下人 既敢违背我的命令 你们就不怕被写刺出门吗 夫人 您莫忘了 现在管理府内大小事务的人 是姚夫人 您还以为您能一家独大吗 你们听命便是 无论发生什么 自然有公子给咱们做出 是 合理先生在那 我们要为李大人讨过功呢 夫人 快快快 在那儿呢 保护酷银 明白 保护酷银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你就是姓公子 你就是姓公子 没错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开口就是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什么 姓公子难道不明白吗 为了些银子 值得吗 姓公子觉得不值得 为何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何让人白白丢了性命呢 不错 人命关天 银子怎么会有命重要 你们可知这是什么罪 我们顾不得了 我们这些人 本来就一穷二白 也没有什么活路 我们要活路 他们骗了 骗了 骗了 三公子第一次的一个官员 王爷尚可荣的下 要是 杀死了一个郡主 那 王爷 烟血失踪了 是 杀死了 杀死了 你坚持住啊 怎么样了 吾婆说我家主人胎很弱 恐怕得费些工夫了 带我进去吧 是 姐姐留步 容妹妹跟姚妹妹是情统姐妹 居然不再朗月娥 来这里做什么 姐姐不是来得更快 我是嫡夫人 所有姐妹们的子嗣 都是我的孩子 我当然来探望 既然是来探望 便应该跟妹妹一样 安安静静在外面等着才是 何必非要进到里面呢 我想去哪里 莫妹妹都还没过位 却要柔妹妹来做主吗 莫妹妹在生着孩子 自然过不上这些 这底下的下人也是粗心 全是些不及事 你想说什么 姐姐一定要妹妹 说得这么明白吗 自然是要防着姐姐呀 姐姐之前在朗月阁做过什么 还要妹妹再说一次吗 放肆 难道我会害莫妹妹的孩子吗 却神可没这么说 可这是公子的孩子 谁敢出一点岔子 再说了 既然姐姐没有恶意 为什么刮天里下地惹人怀疑 这如果莫妹妹的孩子出了什么岔子 妾身相信姐姐 可不知道公子肯不肯心呀 小姐 小姐 如你所料 许继柔去了听兰阁了 姑娘 公子出事了 对不起啊 郡主 倒了一层弟子 别忘了说是死在西公子手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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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公子受惊了 莲姑娘 莲姑娘 使不得 使不得 莲姑娘 这些都是公子的 我知道他没有瞒着我 你要是把他带走了 公子会要小人的命的 莲姑娘 你要是不让我走 他才会要你的命 莲姑娘 小人不能让你走 你知不知道这马车上装的 关乎着公子的身家性命 还有前程 你信不信 我不信 夫人 你先进去吧 陛谢给夫人请安 如今 我还担得起 莲姑娘的礼貌 无论何事 夫人永远是夫人 陛谢尊敬清静之心 我绝不会变 我还能相信你吗 事到如今 那你帮我做一件事 陛谢现在真的有要紧的事情 必须马上去组织 有什么事情 比公子的子嗣更重要的 洛谢练 若我不是真的走投无路 我绝不会来找你 难道眼睁睁看着慕海瑶 再一次颠倒黑白 再夺走一个惠儿吗 夫人 陛谢要做的事情 刻不容缓 还请夫人放心 刻不容缓 你知道什么是刻不容缓吗 现在公子弟 所有的话 都是姚夫人喜欢的 还有下人的春衣 料子 都是她选的 连这个马车 都是她要换的 孩子没生出来 大阪工资底都是她的 那中国生出来呢 我已经不计了 现在只有你 才可以阻止她 一当我求你 替公子弟 所有女眷们来求你 对不起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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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此刻危在旦夕 如果臭手相求 恐怕凶多几手 李夫人 对不起 你怨我恨我皆可 但为了取良未来 我今天必要一步 小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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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碧妾的苦衷 日后夫人自会明白 现在碧妾确有要事在身 还请夫人放心 不必往后了 识时务并没有错 骆青莲 你真的很聪明 是男是女 给我看看孩子 怎么 孩子怎么不哭啊 夫人 夫人 我再去一次 老月阁 大不了这夫人我不要 也不会对不起辉儿 来不及了 姚夫人刚刚带下一位小公子 而莫夫人的孩子 出生便要折了 恭喜莲姑娘 如愿一场 希望以后跟着新竹飞煌腾堂 疯惯我心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莲儿吗 李腾 在 我们走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结尾 在下并不知 可能是老天再替姓公子给在下出考题吧 什么意思 在下特来投奔姓公子 投奔 投奔你的仇人 同路是有 殊途才是敌 祝姓公子成就大业 也就是祝我吕北义除掉剑籍 跟这些相比 以前那些仇的算得了什么呢 恩仇不拘果然是智者 医术精湛 文采斐然 还武功高强 好 吕北义 你还想让我知道一些什么 公子若想知自然会知道 公子 伤亡如何 灰公子 死伤惨重 不过七成都是结婚 一直以为取粮 富强一方 没想到 百姓还贫困疗苦 不惜以身犯想去结官衣 不仅什么都没得到 还白白丢了姓 姓公子认为 他们真的是百姓吗 听说 若真是百姓的话 就算是年轻力壮的百姓 姓公子以为自己可以以一地心 如果有什么都没办法 在哪里 因为一得一 都难遭生圈吧 等等 许良的百姓 何时会用这种武器 大人 小人该死 全军覆没 那 那郡主呢 在新公子那里 谢谢你 若不是你那群懦夫 扎了我的心 我还不知道会混沌 度日到什么时候 你说的没错 与其没有尊严地活着 不如把失去的东西 再重新争取给你 把马牵过来 穆大人 我离开片刻 远雪和库寅就麻烦你了 公子要去哪儿 公子可要想清楚 此事一旦灭臣王爷 万一世子侥幸逃多 日后必视公子为死敌 公子且慢 三公子 三公子 他是凶公子的人 也是杀害李大人的凶手 三公子可能一直以为 杀害李大人是世子 岂不知 岂不知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一直在坐山光斗 谁都知道 这 三公子是有抱负 有城府的人 可是三公子却缺少一件 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 室礼 这四公子在取粮的室礼 就不必老夫再多言了 一旦世子倒了 老夫就是把剩下的 大半个取粮的人 都绑在一起 跟着你三公子 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么好的官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寒了他的心 我贺连心 一定要给心想正义的人 一个交代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四弟虎视眈眈 现在唯有协助世子 与之抗衡 才能避免取粮 落入贼人之手 我只恨自己势单力薄 除了静待时机别无选择 但我绝对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这老三能不能听得进去啊 事已至此 他到底选择站在哪边 只能听天有命啊 好 刺死 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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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唐 公子 看来公子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大人 姓公子驾起来马车 像是要去王府 半路上又掉下了一个盒子 被小人带了回来 打开 这不是 那个雕花沉香木槿霞吗 你认识 舅公 这 这是给父亲的赐礼 我私自把他拦下来以后 前一阵我赏给了一个歌迹 怎么到老三那儿去了 不好 好几码车 只要是送到父亲那儿 我就完了 世子 你这是要害死老夫啊 报 报告 令大人 姓公子带了几马车物品 前来求见 舅公 这是 你 回避一下 好 袁大人 三公子 你这是 那几辆马车里面所装载的 都是世子的东西 我知道它在您这儿 物归原主 不知方不方便 自认是方便啊 袁大人刚才的头礼 让我豁然开朗 不过除了一件 我不想当贤公子 我愿意辅佐世子 成就大业 三弟赫连信愿辅佐二哥 成就大业 公子不能选择除掉世子 因为世子根本就除不定 公子以为 王爷让你收脚倩盈 真的是因为圆百里的推举吗 王爷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在众公子封爵之时 王爷就已经了解到 世子在品行 能力 势力上的失利 并且也已经看到修公子 这一壮大的实力 明卫在夺爵之中 不再是世子一人独大 一位奋威将军 和一位世子 针锋相对 必然会导致取良官员分为两派 政局不稳 这自然是王爷最不愿看到的 为了稳定政局 除了此消彼长 无疑还有一种更高明的办法 你怎么不过去啊 我立即想抢不过他们 不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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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家的子孙啊 没有怕的 去 去给他们抢去 三足鼎立 抢脚倩盈的用意 想必公子已经明白了 两虎相争 王爷希望公子做的 绝不是杀掉一只火 而是 做第三只 这件事是 这件事是 俩人的用意 不得了 这件事是 这件事是 找到一干事 一干事是 看事是 这件事是 好啊 倒算搬得好 老仆还带回来一个人 女儿问父王安 女儿不孝 让父王担心 郡主 她回去之后会不会 她明白姿势体大 不会乱说的 是啊 那 或许对王府的人来说 沉默比倾诉 更要容易得多 她不喜欢王府 一心向往平民 平民 他们今天睁开眼的时候 一定只想着 可以多赚几个铜板 晚上多吃几两白面 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他们这一生中 最后一次醒来 平军默化 封侯氏 一将功成 万古苦 是 丫头 你知道 曾经的曲梁是什么样子吗 之前我爹告诉我 三十年前的曲梁寸草不舍 是王爷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建成了如今的曲梁 没错 曲梁 土地平坚 即使我父亲 费尽心思 日夜不变 但依然 笑果生辈 我记得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曲梁大汉 我父亲把我抱在高高的城墙上 指着前面那片枯萎的田地 他说 馨儿 这就是曲梁 壮美的牛羊穿河是曲梁 岂苦的流民百姓 也是曲梁 当时 我就在我心里面立了誓 有朝一日 我绝对要让 曲梁百姓 再无流离苦难 再无流离苦难 再无 今天 他们为了我冤死 而我却没有办法 为他们生用 谁说公子不能 谁说公子不能 成大事者眼中 永远不能只有几个人 公子有心 就把曲梁 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此 再无这些冤火 我 再无恨 我 我 你 你 谁 在我 你 过得好吗 我一直在找你 但是没有找到 躲一个人很容易 找一个人却很难 你过得好吗 果然在躲我 我很好 身宅大院的日子 虽然辛苦 但是你知道我的 我总能活着 我去找过何连星 要做他的幕僚 你说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 与夕在外面混沌度日 不如在她身边有所作为 她答应我了 只要她能封决 必定获出我的奸绩 你不介意 你依她受得苦吗 这样对我的人何止她一个 那些以前对我毕恭毕敬的人 如今都远远地绕着我走 我翻了三天三夜的医书 翻山院里千辛万苦 挖回来的药材 眼睁睁地看着被他们 踩成药杂 所有人都可以唾骂我 就连乞丐 都把我的施舍扔了出去 那边说 剑棘是什么 剑棘之人 就像身上长了窗 流了脓 就连我拿过的东西 喘过的气都是剑 而且 与剑棘之人通婚 其犬足也将被贬为剑棘 吕家上上下下 皆因无法忍受剑脊之苦 惨死 剩我一人苟且于世 好歇 风骨 我吕北已沦落之词 还有什么资格说的几个字 是我 是我没有资格 于哥哥 是我害了你 不 不怪你 莲儿 原谅我 我不能连累你 更不能连累你的家人 我不能让你全家上上下下 落得像我家人一样的下场 我罗青莲 对月丽世 不帮吕北已除掉剑脊 我世不为人 我世不为人 虽然我们同出一言 却终究竟是 却终究是 却终究是无是非啊 从今往后 你 是吕先生 我 是莲姑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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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到我这儿来了 不是说 叶夫人病得很重啊 整个人都风风电电的 神志不清了 还有 莫妹妹 都是十月怀胎 我母子平安 他却要忍受丧子之毒 真的可怜 这你可怜よ 这个人有个人的命 她没有姚夫人的福气 自然享受不起这份荣耀 这说到底 还是咱们姚夫人心善 这心里呀 总是装着别人 大家能到我这儿来 我当然是欢迎的 可是我也不忍心 看这别处凄凉 不是吗 大家来您这儿 是因为心在您这儿 其实 你也不用一直想着狄夫人 咱们该问的安 该看过的人 可一个都没少过 是吗 那莲威居去过了吗 莲威居 那个碧妾 那骆清莲虽然是个碧妾 可是她在王爷那儿得脸了 公子也喜欢 所以我们大家 得跟着一起喜欢 明白吗 明白 姚夫人这么一说 妾身倒还真觉得 是自己的疏忽了 姐妹们 咱们这就去 莲姑娘那儿坐一坐 行啊 顺便说一下 姚夫人的大度 姚夫人 那我们先告退了 我先告你 你还要把这儿 那你还要把这儿 你先去 你还要把这儿 那儿 你还要把这儿 我还要把这儿 你还要把这儿 妳还要把这儿 我还要把这儿 听说夫人跪下来 求她来过朗月阁 她都没答应了 既然是做戏 自然要做得逼着你 姐姐的意思是说我愚蠢 你自然不蠢 可再聪明的人 也难免有大义视察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骆清廉现在还带着徽儿的 什么时候要帮人 什么时候要用人 从几时起 要让姐姐替我做主了 还有 因为一个碧气 你就要跟我这么生分吗 这也是我想问姐姐的 骆清廉我再怎么抬举她 也是在利用她 姐姐为什么如此地挂怀 原来你心里是这样看我的 行 既然妹妹另有高人相助 以后这朗月阁 我再不登门便是 老三 你这个猜事办得好啊 想要什么靠赏 回父亲 臣做的只是分内之事 不敢要什么赏 倒是穆大人 要不是他铁面无私 雷厉风行 这酷银未必能够收得这么快 说不定 还耽误了治水的时间呢 确实啊 确实 这是份苦才事 这穆天书能够主动请阴 实数难得 他竟然 还做得如此利落 让本王惊喜啊 穆家真是人才济济 清除于蓝 胜于蓝 穆天书 臣在 本王已经帮你请了旨 平南总兵刚刚卸了任 你可愿意去 臣穆天书叩谢王爷 穆家历代蒙寿王爷恩典 必当肝脑涂地 竭力为报 能够好好为朝廷敬忠 就不辜负本王对你的举荐了啊 取人吧 谢王爷 来 你们三位女眷过来 老三能够在外面安心办事 无牵无挂 多亏了三位闲内住啊 你们也算是功不可没 今日不论位分皆可敷衍 而且各自有赏 来人 这团扇是丞相所赐 很是别致 你们各自挑选一把了 果然是绝好的客工 尤其是金赞客 可以精致到如此的程度 莲妹妹 您选哪一把 殿妾不敢于悦 还是二位夫人先选吧 妹妹 让你选就选吧 穆大人立了大功 你也出了不少力 来吧 你们请病 们 嗯 快让我们坐 姐姐慢着